吴宁娜 明明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1月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先为开始带您来看到 去年的台风带来的风灾是非常的多 那么其中杜苏瑞台风的威力 造成了花莲县新设海堤坡 冲刷严重也有掏空的情形 那么县长徐真卫跟建设处 房冰厢长还有多位的县议员等人 前往新设的海堤来会看 杜苏瑞台风威力造成花莲新设海堤 被冲刷严重甚至有掏空情形 也是县政府提报灾损的部分 并且有3000多万元的经费 来做重建跟修复 县长徐真卫与建设处长邓紫瑜 封冰厢长新议员林政府等人 前往新设海堤来会看 所以也是我们提报灾损的部分 所以有定3000多万 那在这里我们也做了相当的出入 设计规划 那西部设计规划 我们会跟我们的这个相公所 还有地方的居民一起共同 来进行说明会 许正卫表示 目前已经做了西部设计的规划 并且也会与相公所 以及地方居民一起共同来开说明会 让居民了解 新设海堤的西部规划是如何施作 也强调会守住周边的生态环境 周边的生态环境相当的丰富 那我们也希望在施作新设海堤的时候 能够加固 也能够这个兼顾到我们生态 生物的多样性的部分 接着新设海堤县政府也开了三次的地方说明会 地方民众他们也有一些想法 也已经有一些共识 但是因为碰到去年又再度遇到台风 海堤灾害灾情又扩大 就提报到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争取付建金费 在11月份已经核定了3900多万元 希望能够尽快施作来符合地方需求 据着高雄双风冰箱采访报道